嘶 Share Story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JYP電台 自從上月底 因為MIRROR演唱會發生的事故之後 就影響了很多同行的 也有影響 舉辦演唱會的時候 也強調整個舞台是安全的 另外12位成員的工作 也全部要暫停 早前MIRROR更加公佈MIRROR 停工兩個月 未來會讓他們好好休息 原本安排好的工作 現在都要改期和取消 所以令他們的行程 全部打亂 包括去日本的Summer Sonic表演 都出席不了 這樣的情況 對於MIRROR他們之後的行程 也會有改變 有不少的節目 還要延期播出 當中是很值得令人期待的 由MIRROR的姜濤 Ian主演的新劇 就是這個季前菜 亦都是無一行面 就是說 因為在ViuTV的網站 時間表 其實原定 在下週29日晚上8點半 播出季前菜 但是因為發生這件事 需要之後再安排 或者他們覺得 要在一個比較好的時機 再作安排 所以他們就轉了 做這個韓劇 神奇女替身 Wonder Woman去頂上 變成一個韓劇的播出 相信對一些期待已久的粉絲 或者他們非常期待 這套劇的一些觀眾 亦都是有點失望 包括我自己 我也是很期待 季前菜的播出 但是很明顯 就沒有什麼可能性 另外就是 繼MIRROR的演唱會發生了意外之後 其實官方的ViuTV的社交網站 停擺了一段時間 最終在最近 終於投入一個工作 正常的運作之中 他有說到 新劇就是《冰上火花》 站名而已 會以香港這個冰球運動為主軸 有一套新劇即將會拍的 故事關於一班 業餘的一個冰球團隊的球員 他們本身是四散多年 決定重組這個球隊 去爭取入聯賽的選拔 同時也可以跟不同年紀的一個隊員 大家都是熱愛這個冰上的一個冰球運動 而他們面對種種的生活困難 怎樣互相支持 怎樣拆出火花 這套新劇 又是一類的 像是I Swim的熱血故事 亦更加公開招募這個演員 當中有一些演員海選的條例 和一些條款 令網民不滿 ViuTV在Facebook公佈了 他們參選 可以演出 有不少網民就開始討論 其中一件事就是大家擔心 這個拍攝的安全問題 話說ViuTV 一直都出了一些安全性的問題 一直都知道 他拍劇都是很坑皮的 大家可以看看他的劇 其實很多都是在班房進行 其實不需要太多的支出 低成本低製作 喂 低成本 但可不可以高製作 就真的不知道 見仁見智 在這個 MIRROR的演唱會 悲劇發生之後 大家都覺得 MIRROR的感覺 就把關不力 就很擔心他新劇 會不會有安全的問題 誰知道 在這個條款之中 就列明了 在法律允許的最大程度下 製作單位及廣播公司 不會對參加者參加海選 視鏡該電視劇拍攝的宣傳及其他相關活動 或該電視劇播放期間 或因量上該電視劇 及與有關電視劇 導致任何直接或間接造成的傷害損失 損害個人的財物損失 費用意外延誤 或不便承擔任何責任 即是因為製作單位及或播放廣播公司的疏忽 或不當行為造成的 即是它造成的問題 當中演員發生的一些傷害 或者弄傷 跌傷 撞傷 是沒有很多鏡子的 即是他們不會作出任何負責 引起網民強烈的不滿 不過亦有網民表示 這個條例 過去在海選的條款 或條件當中 都同樣有列出 至於大家怎樣去看這件事 一開始大家都看不到這些信息 但現在其實會多了人看 對於國安全 其實拍攝安全問題 其實拍攝安全問題 不只是香港 其實很多外國或內地 甚至是韓國 他們都有出現過一些拍攝問題 台灣都有 在拍攝過程中發生意外 而那些工作人員 是因為在拍攝工作期間 而喪生 其實這樣的情況 也是有的 當然 這個拍攝安全性的問題 可能要交給一些比較專業的人 才可以判斷 但是在這裡我們看到 其實香港的人會更加重視了 就是在演藝界的這些人的安全問題 包括是演唱會所作出的一些機關 他們的升降台 又或者是他們的LED燈等等 一些吊橋等等 這些問題都會作出一個反思 而且會想一下其實那些藝人 都會有些安全的問題 在拍攝期間也有可能 例如他們拍這些外景 或者要吊威也 尤其是古裝劇 其實要吊威也 然後從天空上飛下來 就好像輕功那樣 這些劇 其實也有存在一定的安全性問題 但是現在其實我們就會知道多了 而且了解多了 在這裡也是一件好事 如果不經歷這件事 其實我們不會知道 其實在這個業界會發生 或者存在這些問題 在這裡 同時也可以說 除了這個神奇 9點半就會播出 尾二一屆口罩小姐選舉 而這個季前賽已經被抽起了 姜濤第一次拍攝ViuTV的劇集 就是由影后林家欣的老公 圓劍位去收拾 一共整部劇有20集 同時姜濤也說他自己很享受這個過程 因為對他來說他自己很喜歡這個籃球比賽 同時自己也很喜歡打球 所以在這一套的劇集來說 可以說他接著而來 他自己也挺喜歡的一個合作 一個工作的模式 他覺得大家可以嘻嘻哈哈地打球 跟著又可以對劇本 那是一件非常之開心的事 既有他自己的興趣 也可以把這個興趣放在他自己的工作上面 那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亦都希望姜濤可以盡快康復 他的心理上的調整 之後呢 也可以在public那裡跟大家見面 那我講一些網友的想法 那有些網友就說 學會去等待 風雨不改 那也有些網友就覺得 支持姜濤 那這套劇呢 幾時播他都會看的 那但是呢 就不太認同公司的做法 那對於ViuTV他這個選 就是選演員的那些條款 那其實呢 就有待他雙角 因為有一些的 其實實在有一些拍劇 或者去參演的角色 他都會有這個條款 就是講話 可能所 如果在演出的過程之中 他如果受傷 其實他就不會作一個損失 或者賠償 那也會有這樣的情況 另外呢 就有些網友就說 會不會在10月的時候看到 季前賽呢 那其實我自己覺得 他自己的資源已經拍了 那如果他不出門 那對他們來說 也不可能這樣一直移動下去 那我相信呢 就在MIRROR 恢復了沒有多久 其實我想他也會很快推出的 因為其實他已經 扔了錢下去 或者他已經製作了 那他有這個資源 他其實都需要 真的放出來 如果不是其實放在這裡 也是沒有意思 那我想其實 都應該快的 但是我想都要等 兩三個月 對 這樣就應該有可能性比較大一點 那也有些網友就說 他不明白為什麼 這個演唱會會弄成這樣 就弄得好像是 鏡子錯 那樣 要罰他們自己反省 那其實 不是罰他們自己反省的 只不過我也覺得 他們需要休息的時間 當然大家都明白 大家都很想看到 MIRROR的每一位成員 但是呢 我自己覺得 當他們回復他們心理上的一些 事情的時候 他們才會有更加好的成長 更加好的 在台上的performance 而不是 他們還沒康復好 就立刻在台上表現 那另外也有一些 公關的元素去考慮 那我相信就是 大家都 FuTV想這件事 都比較淡一點 或者沒有那麼多人討論的時候 才再去出 要不然就 亂中就會出錯 那所以其實 這個我覺得是 會比較好一點的 那今天呢 這條影片呢 就分享到這麼多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給我一個Like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Channel 記得按訂閱和按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精彩的影片 記得到我們的Facebook Page Follow我們 我們下次見 拜拜